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 登革热有没有地区性的问题 首先呢 例如说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新的工作表 我准备开始来就画一张新的视觉化报表 它在这边提供了三种画地图的工具 如果您觉得这些不够 我们网络上还有100种左右的图 而且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觉得这100多种还是不够的话 那其实别人也有像R已经画好了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图 你也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 那我们现在假设我们来去画地图 那怎么画地图呢 我们就来画那个登革热 号发生在哪几个县市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用最基本的地图 然后接下来我要选择的 当然就是我的登革热的 在这个地方跟地区有关系的有感染的国家 感染的县市 所以我们勾选感染县市 接下来再点什么 确定病例数 因为现在您看到每一个圆圈圈好像大小都差不多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要去刻意的了解 登革热它这么多的这个病例数 大概分布在什么地方 所以原本的思考就是说 登革热号发生在什么季节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登革热号发生在哪几个地区 或者是我们现在来去看 你看这边是不是会有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是高雄 这个地区是台南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一个需要去花很多钱 而去做一些防疫的措施 还是说我们在新北市 花很多钱来去做这样子一个措施 来去防疫文子呢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又可以再去针对一些 就是备用经费预算上面来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呢 这个地图其实还蛮简单化 三个步骤就画出来 第一个选好视觉效果 当然就选这个地图了 第二个选什么 第二个我们就要去选 那个在这个地方感染的现实 还有就是定例数 还有就是定例数 对 对 对